影响深刻的客户呢 有一個RA的學生出來工作了 來到我們這單口再來 跟我說 叔叔以前我吃零雞飯長大的 現在我帶我的孩子也來吃零雞飯了 那個聽了 好溫柔好開心 秘密啊 用愛心去煮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劉德馨 是民進雞飯的第二代介紹人 我是Grace 我是第三代介紹人 年輕心話大老闆就是我的院母大人 大老闆啊 好多客人就說 特地冷水嘗試一下在冷氣嘛 基本上我們的雞肉 一旦是煮的 我們會溶化它在冰箱 直至煮熟 它會維持所有的汁 所以雞肉會更激烈 所以雞肉會更加激烈 雞肉很完美 當它很熱 冷的雞肉真的會碰到位置 四十年前呢 我岳母跟她的姐妹們 在白沙坡流淡那個雞飯 然後做了幾年後呢 就遷移到金山里來 開始我們的異業 還沒加入民進雞飯之後呢 我完全完全不會煮東西 也從來沒拿過刀子 以前我是在香格說那時候 自己家宿裡面做生意的 然後一做就二十八年了 2015年 那時候因為這裡缺化人手嘛 然後我的阿姨們 就掛巢的電話來找 別人說你岳母 一個人做得好辛苦 而且也撐不了啦 就在一個星期之內 從香港把全部東西都開了 全部就運回新加坡 我之前來的時候 我工作在一個巨大公司 我們做研究 變化很激烈 所以我花了兩年 讓自己來這裡 管理人家 比你年齡 特別困難 也因為我現在 可能是最年輕人 所以 沒有任何經驗 人們會看你 在不同的光 老實說當然是辛苦啦 當然很想念香港 不過我能回來新加坡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始終還是自己的國家 在香港可能會斷 我們的米業期吧 這也不是犧牲問題 這我覺得是責任的問題 因為我太太是個獨生女 而我是唯一的女婿 沒人接手 這是我的責任 哎呀 這哪裡可以埋怨 有緣分才能成為夫妻 那是怎麼好埋怨的 這店對我原本來說 是她的心血 辛辛苦建立起來的 我覺得 應該由我們自己承接下去吧 有時候 我們要求她 去休息一下 在晚上 她會拒絕回家 因為她想要長久 長久 最開心 就是來這邊做工啦 整天那些 在那邊幫我教啊 她做得開心就好了 她不覺得辛苦 妳應該讓她繼續做下去吧 將來打算 就把這個棒子 交給我這個大女兒嘛 回修 哎呀 希望我女兒 馬上能借的手 我就可以 想想我自己的幸福了 請你們 請介紹一下 我可以 要這樣嗎 不做 我可以 要這樣嗎 我可以